大家好我是北美崔哥 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香港的游行 好多人都举着美国国旗 我感触特深 没错美国国旗好看 而且好多人说就喜欢美国的自由 我拿我31年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我告诉大家 这美国的自由后边还有俩字 就是法制 比如说你想游行 你得申请许可证 这叫permit 这permit里边很详细 在哪游行 哪条街 多少人 什么性质 什么目的 你到那游行去了 突然把路口给挡了 把地铁口给挡了 必须得disperse 马上散开 你说no 警察怎么办 arrest 逮捕 你说我游行 你可不宜逮捕 你挡着 这叫什么 这叫resisting arrest 这叫拒捕 警察抓到你了 要往车上倒 你趴下给警察推开 这叫什么 这叫assault a police officer 袭警 如果你袭警 你推警察 你踢警察 你催警察 这都叫袭警 但是你拿一块砖头来 这叫aggravated assault 这叫严重袭警 这可要坐牢的 而且这不是小罪 不是misdemeanor 这叫felony 2011年占领华尔街 occupying wall street 在纽约 把所有的大银行 投资银行 还有这个美联储 什么交易所 地铁入口全占了 怎么办 当时的纽约市市长是 Michael Bloomberg 布鲁伯格 就在全美国电视台讲话 2015年 在巴尔地摩 在波提摩 有一个年轻的黑人 我记得他叫Freddie Gray 结果在监狱里待了几天 出来死了 在他的葬礼之后 整个的黑人上街游行 反对 叫police brutality 警察暴力 这一下就演化成一个riot 一个暴乱 2017年 我记得在Virginia 那叫Shalisville 有两派团体游行 游行都有许可证 都是合法的 但是游着游着 两边这喊口号 这喊口号 打起来了 这一打 当时还有人给打死了 美国的法官 还有美国律师 都是我朋友 他们看这个香港的电视 就觉得 这怎么可能呢 居然光天化之下 那个洗警 给警察手指的给掰断 这在美国 如果警察控制不了的局面 你这叫谁吗 叫National Guard 叫国家卫队 这国家卫队就跟军队差不多 只不过他是对国内的 有坦克车 有装甲车 有催泪弹 我问过美国警察 如果洗警 警察应该怎么办 就是pepper spray 辣椒水 baton 就是警棍 警棍有直警棍 还有带脚的警 你冲警察冲过来 警察就拿出枪来 就玩真的 好多美国人脑子一热 游行的时候跟警察打 结果被抓起来 到法庭上老实了 你看这男的 把大胡子也刮了 为什么 怕坐牢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香港 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家和万事兴 是吧 如果香港一旦大乱 瘫痪 而且民不聊生 买单的是谁 是你是我是普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做亲动仇快的事 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家园 自己的炎黄子孙